大家現在看到的就是智利大學跟智利天主教大學的足球賽 這是智利足球聯賽傳統的一戰 也被稱為智利得比 不過在當地週日的這場比賽 進行到上半場31分鐘的時候 觀眾席上不斷有人朝場中央丟射 已經點燃的煙火還有照明蛋 結果造成比賽中斷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現場的混亂畫面 透過現場觀眾拍攝的直擊畫面可以看到 煙火甚至直接就砸在了場中的人 根據當地警方的初步報告 這次煙火攻擊事件造成球賽的第一次裁判 還有一名攝影師受傷 這樣的結果也讓智利總統伯里奇非常的氣憤 他在推特發文宣稱不會讓罪犯占領體育場 好好的球賽竟然出現這種混亂場面 也讓不少球迷憤憤不平 這場煙火砸到裁判的意外 也讓智利得比臨時喊咖 當地警方也著手調查 到底是誰丟的煙火 讓球迷期待的智利得比 沒辦法踢完 以上就是為你掌握到最近情形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下載TV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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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